欢迎加入靠近看中国 我是廖亚裕 中国经济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大家都在看 因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牵动的是全球供应链和大环境变局 下个礼拜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就要召开 三中全会在中共历史上 具有特殊意义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 此后历届三中全会 大都聚焦经济改革 也往往对中国的发展 起到关键性作用 所以接下来 中国的经济政策将出现什么变化吗 尤其当内需不振 外资撤离 失业率高涨之际 官方究竟还能放什么大招 刺激市场 也因为内部环境实在太差 职场和社会压力太大 最近中国各地出现了所谓的青年养老院 顾名思义 入住的都是年轻人 在这儿你不用急急盈盈 也不需要再内卷 但也因此被形容是新形态的躺平组 因为年轻人不想努力了 养老院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没有人去评 看你这件事情做的是非对错 想在这里暂时休息 我看青年养老院的时候就有骂声 青年养老院横空出世 在中国掀起一波热潮 但这儿没有看护也不供餐 有事了你这个地方回来以后 大家都在这儿玩 觉得这种感觉很亲切 这儿不仅是一个养老院 我觉得我来说是个意愿 我们在这个时代下的压力太大 跟养人不光要奋斗 人事是要休息的 既然内卷卷不动 那就干脆先躺平 青年养老院主打住一个礼拜 只要花几百块钱人民币 还要住客一起种花种草 看电影学权术等 为同样频率的年轻人创造社交机会 提供放松身心的空间 但这样的模式兴起 背后挂钩的却是一片雾茫茫的中国经济 青年养老院某种程度所代表的一个就是 现在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的想法 跟过去老一辈的中国人的想法 可能不一样 以前大家可能拼命想要赚钱买一间房子 但是现在我只要可以解决 我住房的需求就可以了 大都市的就会机会大幅的降低 我就也没有必要再继续去群聚在这个大都市里面 所以只要我可以赚钱养活的自己 那这些新的商业模式其实会慢慢的发生 现在中国内部的这个青年人的工作的这个挑战 困难还是非常非常高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严峻环境下 我觉得而且年轻人在这种 政府很高压管制的这个社会里面 他要去抒发也是有难度 所以造成就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消极形态 中国经济前景悲观 就业市场萎缩 薪资也跟着下降 年轻人只得在更加竞争的环境中求生存 其实身边朋友都那么说 都说毕业肯定就是失业 现在这个聚业环境确实相对来说比较差 但是没有办法 年轻人确实就业压力稍微大一些 就是像我身边 比如像我表弟啊 或者说一些表弟的同学 目前可能更倾向于就是学习 2018年以来 中国青年失业率大幅拉升 2023年6月创下历史新高 达到百分之二十一点三 同年八月 中国官方宣布暂停发布青年失业率 直到半年后 终于再次公布数据 但换了新的统计方式 剔除约六千两百万个在校生 中国青年失业率 最新数字为百分之十四点二 目前的就业市场 当然以中国来讲 它是对青年很大的不友善 那其实中国政府 他可能也想要推出一些刺激就业的方案 那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来自于 中国政府目前的做法 其实已经让这些外资 持续的吓跑了 躺平这个字 一直在不同的方式体现 比如说之前讲到这个四部青年 就是不谈恋爱 然后不结婚 不生小孩 不买房子 最近发展到十部了 不是他们的自身条件差 而是他们再怎么样都碰壁 也因此延伸出所谓的青年养老院 这是在大环境 屡屡受挫下的产物 更反映出躺平文化的各种升级 近新闻料与干寒人采访报道 在中国经济一片低迷之际 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 明明已经从公众视野消失 却突然回到中国 这又释放出什么讯号呢 有消息指出马云这次回国还献胜阿里巴巴的杭州总部 是受到中国官方的强烈邀请 因为三中全会就要开了 现场欢呼声不断 所有人拿着手机抢拍 身穿红色短袖上衣的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久违献胜杭州总部亲切向大家回首执意 微博上也疯传另一段画面 马云穿着白衬衫在高层陪同下走进总部 同样被大批员工包围 马老师来你鼓了 距离上次在中国公开露面刚好过了一百天 去年三月马云回国隔天 阿里巴巴就宣布重磅消息 把集团拆分为六个独立公司 而这次时间点则落在中共召开三中全会前夕 引发许多猜测 有消息指出马云这次回国可能是被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极力说服 希望借此提振外界对中国经商环境的信心 分析普遍认为虽然北京政府想借由马云回到中国 对外释出监管松绑讯号 但控制私人企业的本质不变 短期内人难以提振外上信心 进行为王杰徐起中报道 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提到了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终于要登场了 说终于是因为按照惯例 这个会议原本要在去年的秋天召开 拖了超过大半年 是过去四十年来最晚召开的一次 为什么姗姗来迟 这当中有什么不寻常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还有什么事没摆平吗 从国际形势来看 美中经贸走向全面对抗 中国和欧盟的贸易战也持续升级 至于中国国内经济上方方面面 都没有看到脱困的迹象 上个月底还有至少四十家农村中小银行消失 被大银行吸收或是解散 这是不是金融体系出问题的征兆呢 除了这些最关键的还是人事 中共二十大过后 原任外交部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相继出事 这些对习近平来说都是重伤 现在好不容易三中全会要开了 今年以来习近平至少三次表示 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 这个全面深化改革要改什么 往哪儿改 怎么改 动作有多大 我们专访了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蔻建文 来看蔻老师的观察和分析 首先请教蔻建文老师 中共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下个礼拜就要展开 但这个三中全会原定是在去年的秋天要召开 为什么会迟迟拖了大半年原因是众说纷纭 蔻老师您的解读呢 以现在来看我们看大概从1992年 或者1987年的十三大或十四大以后 就每一届的三中全会我们去看它的内容 基本上它讨论的议题都是经济 跟经济改革上相关 只有十九届的三中全会不是 其他全部都是经济 所以我们基本上在看 看这个中共这一次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时候 我们觉得它讨论的主题恐怕还是会跟经济有关 那当然还有更多的一些佐证 比如说如果我们去看 按照中共的做法 每一次的中央委员会 他们都会有一个文件有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大概要花大概半年的时间 才能够做出来 所以在这个朝你的过程当中 所以领导人会到外地去调研 所以我们去看就上半年 比如说今年三月 一直到大概到五月左右 这一段时间 中共的领导人去了哪一些地方 那我们大概可以猜出来 他们关心的议题是什么 所以他就有可能跟三中全会的这个主题 事实上是直接会勾连在一起的 那在中共现在最重要的领导人担任是习近平 那负责这个经济工作的可能是李强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这一段时间里面 李强跟这个习近平 他到了哪一边去哪里去调研 哪一些单位去调研 那整体上来看呢 二十届三中全会 而我们去看习近平跟李强的这个参访的地点的话 大致上呢 他去了几个地方 第一个是属于交通枢纽 第二个呢 是属于高科技产业 第三个是农业 第四个是就业 所以都是社会经济相关的这个议题 那以习近平来讲的话呢 比如说他到了重庆 重庆有一个那种交通枢纽的一个园区 那我们又去查了 他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去 我们都发现到这个园区 重庆的这个交通枢纽的园区 他的目标是 他会涉及到的是那个中欧列车 往欧洲那边 所以跟一带一路那个是有关的 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想象了 就是说好 习近平他其实是要继续的推展 比如说对外的贸易 尤其对欧洲这边的贸易 所以他去视察了那个地方 那除了交通枢纽之外呢 他也去了 去了这个一些贸易的中心 比如说他去看了那个 大概是那个港口那个集货 山东 那这个集货区 事实上说他看的是那个自动化的过程 那这也是这样涉及到的是对外贸易 他也去到了 去一家的这个中德的合资公司 然后那个合资公司很特别 为什么呢 因为这家合资公司 它生产的是锂电池 那这个是对中共来讲 它是等于是高科技产业里面 对它有占优势的 另外一个这家公司还很特别是 它的外资占了51%的股份 那中方这边只有49% 也就是说这家合资公司的经营权 其实是在外国手上 这个当初是一个特例 所以习近平就去探视这个地方 去看看这边的状况 所以总体来讲的话 我们大致上 根据习近平他的这个走访的地点 尤其他的这些公司的性质 我们可以看到了 他希望增加国际贸易 他希望吸引外资 所以他才会有去那个 中外合资的那个公司去了 然后他强调这个科技的这个创新 他大概重点这三块是他所关注的 所以在三中全会里面 有关于经济这个部分的议题 那他可能是想说 我现在当中国大陆经济严密 那很多的挑战 我怎么样去开启 我新一轮的生产力的这个向上提升 那可能创新的部分就是很重要 那吸引外资是重要的 然后呢对外还继续维持 对外这个贸易也是重要的 好 那李强的部分就更明显了 李强去的地方呢 高科技 农业 旧业 大概是三块的 那高科技因为他是总理 所以经济工作他负责的 那他去各种高科技的公司 类型都不一样 好 比如说他去了这个AI 然后去了半导体 量子 自驾车 还有这个绿能 还有农业的这个农业 还有农业的加工业 那因为我们就每一家公司 我们都去查 就是他的业务范围是什么 所以那加总在一起的话呢 也一样我们就可以看到高科技 事实上对中国未来的这个经济发展里面 就是这是中共官方想要去强调的 那因为他们去参访的这个时间 又是在三中全会之前 所以就可以想象了就是说 他们所在这个 习近平之前也讲话 所以有提到所谓的薪质生产力 那这个薪质生产力呢 是以科技 高科技发展 高科技创新为核心的 那同样的这个习近平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他也曾经提到就是这个三中全会 也有讲到三中全会的一个主轴呢 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所以这个中国式的现代化呢 一方当然是要在党的领导下面 可是这个现代化呢也是要以这个科技创新为核心 所以就解释为什么习近平跟李强 他去看这些高科技 不同的高科技产业的公司 所以这个加总在一起呢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三中全会的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跟经济发展 跟这个事实上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整个三中全会会不会拖那么久 是不是跟这个没想好 这个经济所命令的困境要如何处理 当里面或是学界里面去 是不是不同部门是不是有一些分子 不同的看法不知道 但不管怎么样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 这个方向应该会在三中全会会出来 除了在经济议题上意见不一致之外 三中全会的推迟 是不是也可能涉及哪一些人士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之前的时候火箭军出了大问题 然后这个国防部长李尚福出了问题 那这些问题就案子查完 就按照他们的程序 案子查完了之后 因为这些人像李尚福 像火箭军的司令员政委 基本上他们都是中央委员 所以当他们案件查到某一个程度 党纪处理之后 有些可能会移送司法 但另外一方面他们的中央委员的身份 是要被处理掉的要撤销的 然后撤销完还有下一个这样的 候补委员要依序地捕 正好火箭军的案子又非常大 牵涉到人又非常多 案子没查清楚的时候 他也没有办法那么快地说 好那我就拿几个人 我就把他的这个中央委员去剥夺了 然后我决定要地捕 拿几个候补委员上去 所以这个因为他的案子涉及的大 案子没查完 尤其是说按照原来的时间 他可能是在半年十个月以前 要举正常情况要举行的 可是那个时候那个案子他刚出来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他就也一起脱下来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第二个原因 事实上是这些 因为腐败案件所涉及的人事的移动 还有中央委员会 他的资格怎么去被撤销 要补哪一区 要补哪几位 这个候补委员上来 这个联动的他都会有影响 所以这也构成了这个三中全会 他没有办法按照原来的预定的时间 在去年时候就召开 好有拖延了 那事实上我们现在也看到了 这个应该是前一阵 已经有正式的官方宣问 李尚福被魏凤和已经出来了 他已经被撤销党机了 这些后面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代表了就是 就我刚刚讲的 他那个正常程序 我案子要先查完 我查完了之后 年代我们一定可以预期 在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时候 李尚福的中央委员资格 就开始被撤销了 但是前提是案子要查完 所以这两个影响 我预期在二十届三中全会 除了有关于经济改革的议题之外 一定还是会有涉及到 人事上面的一些议题 当然还有第三种 第三种情况可能性 就习跟毛很像 以前毛泽东的做法都是高兴开出开 就是当党妹妹有一些路线斗争 争议解决的时候 他获胜的时候 他才开中全会 才开全国代表大会 那不晓得习是不是也是这样 因为习已经打破很多 从邓小平一代 就慢慢建立的惯例 你像中央委员会开会的时间 每年开这个大量都固定了 从邓时代就固定下来 没有打破过 所以现在习改变了 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心里也来找 就是他要改变迎来的规范 这原来的规律 他高兴开就开 不高兴开 所以我们还要看 比如四中全会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我们要有更多的讯息 也许我们用消去法的方式 慢慢消出去 这个排除 那个因素排除 那个因素排除 那我们更能够精确的知道 三中全会 这次三中全会 为什么会延那么久 好 非常感谢寇建文老师 下个礼拜 中共的三中全会就要登场 究竟会有哪些核心议题 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来关注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要看到 暑假是旅游旺季 但如果你的名字和特定人物雷同 要办港签和台胞证 就得小心了 欢迎回来靠近看中国 暑假期间不少民众出国旅游 但最近有个年轻人 想去香港 港签却一直办不下来 就是他 后来一查才发现 他和长期抗议中国霸权 声援香港的台湾香港编程 青年理事长 李鹏轩同名同姓 真的没有办法申请成功的话 可能就会考虑改名吧 对 就是省一些事情 欲气满是无奈 原定规划一行人到香港旅游 因为港签怎么办都过不了 只能自己留在台湾 看着朋友们出游玩 回到公司去上班 对 然后就跟同事分享这件事情 然后就真的帮我查说 李鹏轩逃犯 结果就出现了一个 跟我名字一模一样 然后他的标题是写说 抗议英雄李鹏轩 港签没过到底是巧合 还是被黑名单 因为不止中文的姓更名 就连护照上的英文拼音 通通和这位李鹏轩一模一样 台湾香港编程青年理事长李鹏轩 因为长期抗议 中国霸权声援香港 多次在台湾参加公民运动 疑似成中国眼中钉 才会连带影响到 同名同姓的李鹏轩 所以对他们抱怡 中国真蠢 他们其实真的是对这些 他们有不同意见的人士 是真的有在关注 然后他们其实 这个方法其实当然蛮粗糙 香港签证审查标准 没人知 但多次审办邪剧 恐怕就是跟曾经 踩了红线的某个人壮名 所以这两岸关系紧张 这样的案例 恐怕将成为常态化 静修你会蔡玉如 采访报导 这个常态真的很令人傻眼 旅游业者就透露 现在两岸关系紧张 如果你的名字和特定人物的 英文拼音雷同 申请港签就可能吃闭门羹 还有记者和名嘴 因为工作关系 港签审核也会格外严格 你好 要办港签吗 办港签一通电话 旅行社直接代办跑流程 但一般民众或许不知道 申请港签台包证 都可能因为特殊原因被打枪 那你中文如果刚好跟政治人物同名同姓 那你他也许你的罗马拼音不一样 可是有可能就会被打下来 台面上政治人物从马英九 皇国昌到林长佐半港签 都吃了闭门羹 旅行社业者透露 最敏感的就是与政治人物同姓名 无论同名同字还是同音不同字 甚至英文拼音相似都可能办不过 另外如果曾公开表态或发表政治性言论也是原因 还有记者名嘴审核也更严格 办不过的几率高于一般民众 他从来没有明文的 就是说你你因为怎样哪一条哪一条 总是用不当言论 如果您香港签证办不过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试试台包证 台包证它有三个办理的地方 那如果万一三个地方 他都下不来的时候 那我就建议你香港大陆就别去了 但无论是港府还是中国当局 从没白纸黑字列出相关规范 港签24小时内能OK 要是办不过也能改办台包证 福建澳门香港都能收件 其中一处过不了至少还有两关能碰运气 无论书面网路都可以 但随着两岸关系越趋紧张 旅游业者坦言签证办不过真的别勉强 就怕到了当地一个不小心就失去自由 进行为徐川瑜家伟采访报道 中国的一举一动全球都很关注 无论政治或经济 接下来习近平还会有什么动作吗 欢迎持续锁定 靠近看中国 我们会带给大家更多新讯息 我是廖尔玉 我们下周见 不见不见 请不吝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